哈囉大家好 今年的疫情總算趨緩了很多 從今年年初開始 我們小鎮CCD或是義大利基金 就很少人在戴口罩了 今年的暑假七八月的時候 我們小鎮又重新舉辦了 CCD小吃節活動 那是我第一次在這裡看到這麼多的人潮 有前胸貼後背的身況 那後來我們這裡又有在舉辦 一個notola之夜的一個小型一點的活動 在接著今年十一月初的時候 這裡新官上任 他們又有在舉辦了一個新的 結合在地農產品的小吃市集 在CCD這個小鎮待久了 都快想不起以前我在台北是怎麼生活 平常有這些活動嗎 都一樣算是夜市吃小吃 但在這裡的時候 就讓人家那麼興奮的趣樂不已 今天活動十一點開始 我們差不多十二點就跑去了 Sukitiko Doutuno 是這次的活動名稱 那他們是用這邊的方言 意思是指秋天的小吃 那我們這一集觀賞的重點 你可以除了看這邊小鎮 他們在推廣當季的農產品 還有在地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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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像起司啊 在地的肉類的料理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這裡有一個合法的大麻 他做的一些相關的農產品 像是橄欖油麵粉這些 都有在我們這個活動裡出現 那部分有些產品 我已經有去他們那裡參觀過 那影片會在之後 我再擠出時間 剪出來給你們看 本來我以為吃的東西是差不多的 因為我之前去了三四個 不同地方的小吃節活動 我覺得挺大同小異的 不外乎就是很多不同種類的 這個就是西西里義大利的整個文化 之前我去羅馬的時候 他們這裡的人還是很常一直在吃 可能就像我不管到哪個縣市 一樣我都很愛吃乾的陽春麵 除了農產品之外 我覺得也可以再一起來欣賞 他們義大利人的美感 是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個活動應該就等於 我們的農會活動 一些農產自銷的活動 可是你去看那個美感 整個佈置整個營造出來的氛圍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邊小鎮整個整體佈置起來 非常的應景 但是不會俗氣 你等一下往下去看 你就知道了 那這家店是我之前有在IG分享過 在這小有名氣的產地直送餐廳 他這裡大多的食材 都是附近的小樓 他們自己栽種的 那他們店裡 還有很多自釀酒 那口味也是非常多元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這裡去看看 喔 他們的料理也非常好吃 很新鮮 蠻值得一趣的 他們從當天十月點開始開張 之後就人潮滿滿 你看他們那個起司融化的 讓人家好想要點一個來吃吃看 那我這次是嘗試他們的甜點 因為平常我在西西里看到的甜點 我覺得都幾乎是一樣的 都是一些經典的甜點 蠻不錯吃的 有一點甜 外面好像是杏仁片 它脆脆的有點黏 中間再配上新鮮的ricotta 蠻好吃的 那他們這裡路上有設一些座位區 還有一些站立區 你看他們上面的那些水果 都是真的 那再來這一家 他除了有賣當地營養廠 自己釀製的特級出炸橄欖油之外 還有新鮮的蘑菇 那他們那天還有現炸蘑菇跟迷你版的alanchini 那個現場味道非常的香 很多人都被那個香味吸引過去 那他們這次做的alanchini是綜合口味的 你趁熱吃脆脆的 非常好吃 那這攤就是我剛剛有提到很特別的 它是販售大碼的周邊產品 放行這絕對是合法的 因為通常他們在這裡舉辦這些活動的時候 當地的警察或是憲兵 都會在不同的地方四處虛弱 所以你如果要是這是違法的 很快就是會被掃地出門 不可能在這裡擺的 他們也都是有生氣過的 連當地的一些媒體也有過來採訪他們 那他們還有衍生做出橄欖油 精油 糕點 還有麵粉 還有一個新的東西 之後可以去我IG那邊看看 因為我之前有去這邊幫忙去修剪過他們的大麻 所以大概知道他們的一些東西 之後我會在IG更詳細的分享 我現場試吃那個麵包沾他們的橄欖油 有微微的大麻味 不會刺鼻 味道不會很濃烈 我有問他們那個老闆說 差在哪裡 為什麼這個可以販售 他有告訴我 我忘了一個什麼單字 他說那個東西 是低於某一項標準 所以是合法的 請原諒我沒有拍到全部的攤販 那小鎮這裡的居民 我去各個臥虎藏龍 一開始我看這些樂團 我一直以為是他們請來的 後來待久了 我才認出一些熟面孔 原來他們有些人平常會幫忙出來演奏伴奏 然後一會唱歌的就會過來參與 有些人平常還會去串場 去幫忙伴奏 我之前介紹過的 在義大利已經開始有點落寞的求婚習俗 BASSERENA 然後這家MACHELERIA 這家肉鋪 他們每次活動的時候外面都擠滿人 那我這一次 趕快挑在傍晚 快結束前人潮少的時候進去 OMG一進去就是香氣整個撲筆 它的烤乳豬非常的漂亮 我忘了他們是做成卡尼尼還是用成漢堡 總而言之非常的好吃 那除了農產品 小吃 這次還有設有 老文青世紀嗎 因為大多都是中老年人 他們的小攤販 有一些手工藝 除了有一些西西底特色的紀念品 還有瓷器之外 也有不少手工的織品 還有一些手工耳環項鍊 我自己覺得很漂亮 但我那時候忙著看忘記拍照了 還有這個是應該算西西底的人 他們自己才比較用得上的東西 它是一個壓橄欄的木器 還有一些我們在地的藝術家攤位 非常的會畫畫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幅 他把西西底很經典的摩爾人頭 再結合這次活動主打的一些農產品 他把他融合的恰到好處 還有另外一位木工師傅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展示比較多東西 我現在講給他這麼厲害 手這麼強 那這個活動從中午到晚上八點左右吧 那很多西西底的人都是一個大吃怪 他們可以連一家都吃過一樣 雖然我們會講說這是小吃活動 但其實對我來講那個飽足感非常的大 因為每一個東西都像是主食 還有這家帕尼尼也很值得推薦一下 它裡面是馬肉的肉末 說實話馬肉這個我覺得還好 你如果沒有跟我說是馬肉 我也吃不出來 會不好吃 但我覺得就是很瘦瘦 那但是他另一款帕尼尼 是香腸加上花椰菜 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不知道他們兩個結合在一起 意外的很搭配 那還有這個是附近的葡萄酒莊 這間酒莊我覺得是個良心器 因為之前我有去幫忙採收 所以我那時候有看到他們的採收跟製造過程 加上有接觸到這個老闆他的為人 他還蠻熱情 待人真誠 不會壓榨員工 這超重要的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我IG那邊再看看 我當初分享的東西 那最後這間是這裡在地人的童年 一個差不多有100歲的一個老奶奶 她做的阿朗琴 平時的話這個只要一顆只要1歐元 雖然不大力 但很好吃 是非常的佛心家 現在奶奶年紀大了比較少營業 但是我男朋友他對這一間非常的戀戀不忘 以前他就有跟我說過 這家是他覺得第一名好吃的阿朗琴 所以他只要看到他有開 他一定會立馬衝進去至少點兩顆以上 好以上分享完畢 這就是這裡的小鎮生活 小鎮其實也有五光十色繽紛的活動 只是他不同於城市 不是以音樂、明紅燈、時髦的方式 他是小鎮的居民 利用他們當地的文化、一些大自然的產物 他們去想辦法去揮灑出一個又一個美麗的活動 歡迎你們下次也來西西里 來我們的小鎮這邊看看 掰掰 掰掰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在哪裡 找到這一間 在哪裡